金礦股2899、18、18 昨天升級很厲害 問今天追不追 還是索性買ETF 就是蝴蝶金 2840穩妥一點呢 好 大家知道我一向對金來說 我應該說得清晰一點 如果你是純粹看好金價的話 理論是 如果你看好金價會短期上升的話 我當然買2840 或者其實市場上有另一隻 是這個7299 是兩倍的 所以短期看好金價 其實也有些近一點 有些人說 2840不動的 可以進了點月術 那好吧 近一點那隻7299 但是 反過來 如果你說說2899的話 紙金 我之前也放低了一點 當然 近來業績英俊 因為其實 對於金礦股來講 它只有兩個玩法 第一 其實跟製造業一樣 就是它出多少貨 還有它出貨的單價是多少 金價是多少 大家打開報紙都知道了 但是它出貨量 整體上是高的 所以對於股價來講 就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你知道我性格的了 一致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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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買 所以我就傾向 在這些價格我就不買紙金了 還有你想想 如果過去的往績來講 你一高追了紙金的話 其實也有些風險 所以我覺得 我就不會在這個價位賣紙金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問買ETF 我又這樣說 ETF就跟過期金而已 在現在這些價位 我又覺得水位不是太多 是通脹上升 但是你不要忘記 美匯是偏強的 也都在說 是說接下來會加快這個收水部分 所以未來幾個星期 去到5月3月4日的話 都還有一些壓力在 很變相 但是定員政治 雖然未完全淡化 但是也沒有惡化 所以金價在這個幅度 大幅度上升 我又覺得比較難一點 所以簡單來說 你問我如果在金相關的部署 我會是因為紙金買不到 我會留意就是240 不過要等金價回套的時候 我才買下去 我當分散風險也好 當它跌完之後 回升有資本增值也好 我覺得直播率就出來了 所以繼續看著240 但是就要等金價回一回下去 譬如1900元以下 我就覺得買得舒服一點